阿富汗总统大选将在明年4月举行 届时将有数百万女性选民参与投票 为了确保女性选民的安全和大选的顺利进行 阿富汗政府近来加快了对女性警察的培训 这里是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警察学院 27名女性学员正在这里接受为期四个月的警务培训 这些刚刚入伍的女警察不仅要学习警用装备 相关法律等警务知识 还要接受安检巡逻等科目的严格训练 根据阿富汗的传统风俗 女性不能接受陌生男性的搜身甚至接触 因此在未来这些女警察将会成为检查女性选民 保障大选安全的中坚力量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力量似乎相当薄弱 根据阿富汗内政部公布的数据 在阿富汗全部近16万人的警察部队中 女警只有大约2000人 约占警察总数的1% 据估计 明年将有数百万女性选民参与总统大选投票 这样一算 平均每名女警察要负责 约数千名女性选民的安检工作 此前阿富汗内政部计划 在明年四月大选前 把女警察的数量增至一万人 然而计划的实现 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假拉拉丁先生表示 阿富汗警察学院 是阿国内唯一能够培训女警的学院 目前 阿富汗警察学院只能够同时进行 两班女警察的培训 每班的人数在20到40人之间 通常培训时间为16到18周 现在 警察学院增设了为期两周到两个月的短期培训 这似乎也是为了加快女警培训的速度 事实上 相比较女警的培训 招募女警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因为在传统而保守的阿富汗 成为女警察 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相比之下 阿富汗女警察的培训条件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但是 以目前的速度来说 也难以在短期之内 弥补阿富汗女警察巨大的人数缺口 未来 随着她们逐步走上危险工作的第一线 她们能够所依赖的 恐怕只有她们在这里学到的技能 和她们所说的 爱国的信念 央视记者 阿富汗 喀布尔报道